经典恐怖游戏《湖边小屋》的作者推出了3D的恐怖游戏 这是一个表面看上去阳光快乐的芬兰小镇 但其中却隐藏着黑暗的一面 小镇正在过全民娱乐的中夏节 可是这里的所有村民都显得不太对劲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呢 名字叫做 这个叫Hans Voughty 就这个名字 我也不是很会读 那这个游戏呢 它是《湖边小屋》的作者 做了一个3D的游戏 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游戏的名字 表示的意思呢 就是实际上是个骂人的意思 可能就跟我们这那个狗逼啊 混蛋啊之类的词比较相似 这是我查到的资料 可能有的观众知道这个具体含义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说一下 在芬兰他们有一种节日叫做仲夏节 有一部恐怖片叫做仲夏夜惊魂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游戏呢 跟仲夏夜惊魂有一些相似之处 都是在仲夏节这个节日上面 那么接下来游戏开始了 这是有一个人在跟我们说 这很难 但是你也不应该整天待在家里 看到这个屏幕上就是我吗 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们主角在责备别人 然后这个父亲吧 也许是 告诉我们出去玩 跟这些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 然后说了一件事情 叫做井底下的七朵花 他就是靠这么个事情认识你妈妈的 他们是靠井下的七朵花认识的吗 他的父母 这是什么传奇故事啊 然后游戏开始了 看到这个村庄非常祥和啊 这房间能进吗 好像不能进 这里有一朵花上面有问号诶 他让我们把七朵花丢进井里 就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爱情 但是好像这里的人都不可能会爱我呀 我拿到了一朵小花 把它交给谁 这有个钉耙 这个村子他们收割大麦啊 种下业期间是不允许做农活的 这东西是啥呀 一直往这扔着飞盘吗 哦他们玩的这个是什么游戏啊 扔的面包 面包扔的越远越好吧就是 但是呢他们不跟我玩 说我太垃圾了 这游戏感觉好残暴啊 你看 这个面包扔到地上好浪费 而且是 你看是打那个人的肚子 然后他用脚把它蹬出来的 好残暴啊这个游戏 从这儿就感觉这个村子有点不对劲呢 这什么 这里有文号 这是烤乳猪 有十只烤乳猪 这是给种下节烤的 可能这烤乳猪年龄只有几周大吧 这个花可以扔到井里面 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们扔了一朵花 总共要扔七朵 这个是什么 这是芬兰的国旗吗 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会 不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啊 那这个感觉有点虚伪啊 还有哪有花呢 然后这个村子里面还有这么多人 你看就像在跳舞一样 我记得这个中世纪有一个村子里面的人得了一种病叫做舞蹈病 然后他们跳舞会一直跳到自己死为止啊 哎呦 我怎么趴了 这是啥 这个叫做五月柱的东西啊 五月柱 我们围要他跳舞的话 就可以保证自己有声誉能力 这么多人在这围着跳舞 他们好像会撞到我是不是啊 你看 他们会撞到我 我这个屏幕怎么越撞越暗呢 你们看 这颜色好像我失去了颜色 这个人看上去好讨厌 小孩子们在房顶上喝酒 这样成年人就不知道了 他们好像是想做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啊 怎么突然一下视角转换到这边来了 这人生气了吗 他要抓住 抓住这个主角是吧 我们主角现在就是这个标题里面骂的这个混蛋 这个狗逼 然后他们每个动作好像都会伤害到主角 无论是跳舞还是走路 这下可惨了 这下感觉所有人都在追我了 这个咋办 我找了几朵花 才两朵花 一个要找七朵花 妈咪时间到了 这刚才有个东西好像脖子很长 你们看到没 我现在还要找五朵花才行 天哪这哪有花呀 我一旦跑起来的话这个视角就会变黑 然后就走得很慢 他这个有体力限制的 刚才那几个小孩尿尿啊 他好像会伤害到我 就尿到我身上了 让我屏幕都变黑了 这玩意是啥 这是村里面怎么还有怪物啊 这边有稻田 稻田里面走一下也没事情啊 我要找花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花 但是过不去 这边有一朵花 好 我又拿到一朵 天哪这人好多呀 不是你们这么多人吗 哎呀 我走不过去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人啊 你们怎么回事啊 这你们怎么回事啊 这什么表情啊 这都 这 他说我是个懒猪 只能和猪睡在一起 好吧 这这是到哪了 怎么真的有一头猪啊 他这个猪还吵我撒尿 这也太不礼貌了 没有素质啊 这个猪行吧 这次我们学到教训了 不要随便去碰这些村民啊 先把这个花放进去 我们要找七朵 说实话这种打肚子扔面包的游戏 我也没心思玩啊 让我玩我也不想玩 哎 这个花怎么 它是不是掉到水里面去了 这边也有问号 这是去桑拿房式种下一个传统 哦 他们喜欢蒸桑拿 这边有一朵花 哇 居然能拿到哎 来 两朵花 OK 刚才那朵又出现了 好 这次这个妈咪时间到了 两朵花之后就会出现妈咪时间 就是那个长脖子的 我没看到那个长脖子的呀 哇 天呐 他这个尿的也太黄了吧 上火呀 你说在这个房顶上干这种 哦 尿到他身上了 别生气啊 这不是我尿的 是刚才那几个小孩尿的呀 这 念都是这几个小孩 哎呦 好讨厌呢 怎么在这到处乱拉呀 三朵花了 OK 这个井里面好像有人在说话 哟 别撞我呀 这边有一朵花我看见了 这是 这是 啊 哎 这个妈咪时间 这个妈咪走路 多少有点欠揍啊 哎呦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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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四朵花 四朵花了啊 中夏节不准到田里面工作吗 这有一朵花呀 哦 这个田里面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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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里面有这个怪物 这个长脖子也来了 哦 谢 但是我这第五朵先放进去 放进去 好像这个怪物就不会追我了 就像一个真正的芬兰人一样 去受苦 刚才这个井里面的人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 还有哪啊 这怪物都来了 这个地方是干啥的 给我扇风 好 过来 哎呦 这边也有一个田 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又活过来了吗 这边有一朵花 但是我过不去啊 哎呀 哦 我好像触发了这个 黑白屏幕了 他们抓到我的次数太多了之后 现在黑白屏幕 所有人都会追我 现在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呦 走不动路啊 这个 刚才我看到这边有一朵花的 这个稻草人 花花花 花在这里 过不去啊 这都过不去 村民在这边 完了 哦 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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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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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第六朵 好像 他们都过来了 走旁边 这里可以出来 第六朵 我们很快会在一起的 第七朵 在这个地方 好 七朵金花 哎呀 七朵花 这个主角的父母 就是靠这七朵花认识的 那我现在也要认识我的爱人 快 好 我的爱人 这 啥玩意儿啊 我的爱人呢 怎么出现这么个 哦 他现在好像给我们某种能力啊 按住左键和右键 可以控制这些村民 我试试啊 左键的话 哦 可以把他们举起来 哦 左键可以举起来 右键可以推 干一下推 哦 哦 天呐 我一瞬间成了 配恩啊 感受痛苦吧 一代米要扛几楼 这个不是那个妈咪吗 你的脖子最长 一代米要扛几楼 如果是我的话 一代米可能就放电梯里面了 不用扛 还让我们把所有人都杀死哎 这玩意儿呢 你刚才很屌是吧 这应该是人装扮的 这玩意儿啊 是人装扮的 但说实话 这个游戏也太逊了吧 这主角的父母是靠这个认识的 也就是说主角本来是准备找个女朋友 结果这哪是女朋友啊 这简直就是个 这简直就是个大鸡老啊 人和恶魔 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你说是人兽 这有一只猫咪 哇猫咪都被挂在墙上了 这个村子其实挺邪恶的 哇这个人都尿了 这恶魔好大 都没人了吗 你们看我现在跑起来完全不费劲啊 之前跑两步都要喘半天 现在我拥有了恶魔之力 哇我现在可以跳这么高 哦可以上楼 之前是有几个小孩吧 哦对了 这边有几个小孩 就是你们刚才在屋顶上尿尿是吧 承受你们的代价吧 屋顶尿尿 这边怎么还有一个 还尿不尿了 耶我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我们去见你的父亲 这么快就见家长吗 我还没说要跟你在一起呢 啊 这就是主角的父亲吗 怎么是个猪啊 我为你感到骄傲 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了 哦 他的父亲好像只剩一个头了 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父亲也被拧断了啊 然后这个恶魔笑得很夸张 笑得很开心 这个游戏就感觉就很西方啊 就很西式恐怖的那种 跟那个仲夏夜惊魂 题材和感觉都有点像 甚至连剧情啊 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啊 有一些相似之处 像我这种喜欢看恐怖片的 那个仲夏夜惊魂 推荐大家也可以看看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各位 各位